国民党阵营则是在今天爆料 嘉义县政府利用行政资源 为蔡英文来复选 把84箱的蔡英文竞选的文宣品 直接放在县府的办公室 行政不中立 民进党籍的嘉义县长张花冠 急忙道歉 表示自己完全不知情 将会交由县府的阵风处来查处 究竟是谁摆放的 一箱箱的纸箱内 有T恤帽子和包包等 全部都是蔡英文的竞选文宣品 但这里却不是蔡英文的竞选总部 高达84箱的数量 就堆在嘉义县府的办公室内 蔡英议员发现 直接在议会上 咨询县长张花冠行政不中立 张花冠两度道歉 并说自己完全不知情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可能是 他们要办活到他这几天下 因为那个总部 那边还没好 这几天还没有完全好 是不是他们先放在这里 放几天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维持 这个我们的客观 我们就都是请政官组去查处 说自己是蔡英文的 嘉义竞选总部主委 有可能是总部还没好 下属疏忽 没多想就直接把东西搬到县府 会查出人来惩处 蓝英对这样的说法一点都不能接受 这个文宣品 这里也有署名是 小英 小英嘉义 嘉义竞总部 这里都有一些证据明确 表示他是寄到这个地方 再由这个地方 拿到嘉义县政府 难道当蔡英文的竞选总部主委 就可以违法的运用行政资源 来进行铺天盖地的辅选吗 认为张华冠就是利用 县府资源来帮蔡英文竞选 也不可能不知情 大选在即 地方政府官员的立场和态度 同样是被检验的项目 澳雅卫视林情民族少龙 台北报道